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渠道 B站UP主质问王一博演技 塞帮子塞俩馒头就叫绝 原因就在列表里 转眼又是一年立下 高考放榜后6月就快结束了 闭关休息了已经快两个月的王一博 最近过得并不平淡 这就是接舞蹈第四季官宣王一博回归 之后他的话题热度甚至超过了节目本身 这位去年的冠军队长 给接舞观众留下了太深的印象 看来大家都很期待他今年的表现 新剧《理想照耀中国之角》则片播出 王一博饰演的黄浦三杰之首蒋仙云 又因演技引发争论 有人觉得王一博在该剧中的表演 已经超出了流量这个标签 达到了青年演员的及格线以上 而另一部分人则不这样认为 一位在微博拥有442万粉丝的博主老邪说电影 吐槽了王一博饰演的蒋仙云 在视频里 他质问王一博在剧中结尾时的一个回头镜头 什么是演技?塞帮子塞两馒头就是演技 还是马桶刷子转个圈就是演技? 目前,该视频已经在微博获得253万的播放量和1.1万评论 先不说王一博这段演的到底好不好 单纯就演员外形来攻击演技 本身就是一种偷换概念 不过他的观点,还是有部分网友表示认同 《理想照耀中国》是一个很难统计口碑的影视作品 因为能说话的观众永远没有粉丝多 这部单元剧一共40个人物主题故事 超过200位主要演员演出 其中主要演员中有大量的流量明星 导演还因此被称为搭流量顺风车 这么多家粉丝打擂台 普通观众可不敢说话 按照饭圈思维 粉丝之间总喜欢争个高下 你哥哥好了,我哥哥就被比下去了 因此各家粉丝之间经常起争执 这次一下子搞这么多流量明星齐聚一堂 简直成了饭圈语言水平鉴赏大会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看首富儿子成田狗还泡不到妞,看400年美女出道5年后便只脚尖,看明星离婚,偶像他房 观众更喜欢看散发着人性光辉的槽点 而王一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随时热点,静呆引爆 所以像顶流演技遭遇滑铁卢这类标题,想不报都难 只要打开这位博主的微博主页就不难发现 吐槽王一博、黄景瑜、张哲瀚、龚俊、杨幂等大流量明星作品的视频 其播放效果远远超过其他视频 另外在该博主的B站视频列表里 目前只有这个以王一博做封面的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68.4万 其他视频则从几万到20万不等 今年年初,这位博主还制作了四个王一博的另外一部 具有匪的吐槽视频,播放量也可以排上前列 可见蹭流量顺风车的人,不知副冬裕导演一个 王一博作为当下的顶流小生 他的作品已经超过了简单的认可与不认可 关于他的话题,可用喧嚣来概括 2021年6月24日 优酷制作的一档时代人物纪录片 《我的时代和我二》将和大家见面 节目组找到这个时代的九个领域的九个人 制作成纪录片 有在皇家西班牙人队服役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吴磊 中美混血儿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玲 活营忍者及疯传的中国原画师黄承熙 国际著名钢琴家朗朗 国际芭蕾舞艺术家谭圆圆 诞生于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100亿身价设计师傅厚明 增担任IBM高级工程师 现任小米集团副总裁的崔宝秋 增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项的画家徐冰 青年演员王一博 王一博出现在这组人里 已经可以说明他在这个时代的影响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